曾经汶川地震中受影响的汶川县如今发展的怎么样 我们在还中国西部自驾路过了四川的汶川县 我们现在呢在四川的汶川 对 这边呢是有一个钟楼地震遗址 它上面的时间是定格在了下午的2点28分 走到这个汶川呢 其实我们感觉这个城市现在修建的还是很好的 因为相对于我们刚刚去的那个北川老县城来讲的话 因为北川老县城它是异地重建的 这个地方它是在原址上重建的 所以说感觉到这个小镇还相对还比较繁华一些 对 尤其是你在街道上面走的时候 你就明显能感觉到 如果说没有这个地震标识去给你标注的话 你不会觉得这里曾经发生过地震 人们呢也是过着自己的生活 感觉挺平静的一个小县城吧 温川这个县城呢其实是广东原建的 感觉它整体现在修得还挺好的 包括我们在路上看到好多布道上都写的是康养汶康 也就是说 温川现在这个小县城它是主打的就是康养旅游这方面的 而且其实它也挺适合旅游的 对 比较舒服的一个气候 不过我们现在来还有点冷冷的 山里的空气还是好一些 对 山里的空气是真的好 而且就在这个城市的主街道上面走的时候 你就感觉是一种外边好像就与世隔绝了 但是这里呢是很繁华 就很奇怪的那种反差吧 又宁静又繁华的一种感觉 就是一种反差 也就推荐大家来到温川这里 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城市 对 我们前面还有一座桥 这个桥修的也是感觉 很有个性 对 它是跨明江 明江呢到时候我们也会路过都江宴 温川县就是在明江上绣建的一个水利工厂 温川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 因明江古称温江而得名 自汉武帝设温山郡开始 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郡县市 2008年的一场大地震 给这里带来了灾难和不幸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温川得到了更完善的建设 这里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如今的温川已经逐渐从地震的阴影中走出 并开启它的新城城 我们正在找吃的 因为我们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 饿得很 而且走在这里会发现 它这很多建筑上面都有枪足的元素 刚刚我们看到 它每一个楼中间都有一个雕楼式的设计 就跟别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它整体的色系是这种偏黄的 就有点枪足的那种感觉 嗯 蛮黄色 而且那个门上也是印有绘画的 就有感觉很特别 应该是枪足的一个图腾 嗯 我们现在呢 到一个美食街 准备找吃的 虽然这个美食街有点一种道理清 找一下吧 我们找个面 垫一垫 在温川 街上的大熊猫雕像总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们在这个路上走着呢 可以看到很多的大熊猫元素 这边熊猫元素特别多 应该是因为这边离 那个卧龙基地不远 因为卧龙基地也是属于温川县的 所以说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特别Q 很可爱 刚才那个吃火锅那个 嗯 想抱一个走 还喝啤酒 好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顿饭 牛肉面 杂酱面 看起来就很香 可以好好的补一下了 不过我以为咱这边是烂饭的 这边是汤的 好好补充一下碳水 喝就吃 碟 一天的热量会补回来 嗯 吃过饭后我们要继续出发 但这次的目的地和以往的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呢已经吃完饭了 但吃完饭之后呢就要出发了 但是我们这次出发的目的地是陕西西安 没错 我们又要回西安了 对 为什么回西安呢 为什么回西安呢 这次是因为我的一个原因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呢 就是我们上一季在西藏林芝的时候 有一对男女朋友 就是我的摄友 他们呢决定在19号结婚 所以呢我作为摄友呢 就要回去帮忙啊 参加婚礼啊 就这些事情 所以呢我们就要 现在今天是17号嘛 就要驾车往西安赶了 但是我估计要到18号 所以呢我们就是到西安之后呢 就去给他们帮忙去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44分了 我们看那个 还预计要12个多小时呢 所以即使是走高速 我们要这么长时间 为啥我们走高速不坐高铁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汶川 从汶川先得到杜江宴 杜江宴在座城基到成都 从成都在座动车回西安 这样太折腾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车 而且开车的费用算下来和那个高铁 动车是差不多的 对所以呢我们就准备直接出发 现在目的地陕西西安 出发 离开汶川县 我们要驾车返回西安了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走上高速了 直达西安 我们现在出 本来以为高速是 只有到杜江宴才能走上 结果现在的高速都已经修到马尔康了 所以说 我们在中国的基建还是真的强 基建真的强 今天晚上 计划可能到绵阳或者 广源吧 归心四键 我们也加快了脚步 我们的玻璃书呢 从八开头呢 现在已经是拿到了四开头的一个状态 从来一小半了 一小半了 但是我的屁股变 重开了花 我赶紧我的屁股已经飞了 不属于我自己了 对我感觉 面包车的座椅收拾度确实是 太低了 太差了 可能的一八股还有屁股 我满受的 对真的满受 而且我们这个一点上的排量 在高速上表现出来 很明显的动力不足 因为在上坡的时候 乘车你根本乘不了 别人多快你就多快 对我们就跟拉了几十吨货物的半挂车是一个速度 只不过中间我们不回这一趟的话 我们也是不上高速的 所以是够用的 但是如果上高速一点让人是真的不行 只有在下坡的时候它的速度才会上去 对 上坡真的是 平时我们就开到大概80 80是最高速的 对 我们平时开的是60 对 六七十这样一个速度 确实是挺慢的 你把它车开了 你把它车开了 慢了 车在这儿 跟你说啊 服务区满了 你敢信 这还是个大服务区 这个服务区挺满的 哇 因为高速上服务区停满了车 所以我们选择在陕西宁墙下高速 这时已经是凌晨的两点 我们准备在这里休息一晚 第二天再继续出发 第二天早上醒来洗漱过后 我们要继续返回西安了 我们正在高速上走 然后刚刚转速表突然停了 转速表突然间回零了 对 我们走的现在十足是七十多公里 呃 不知道为啥 诶 又停了 又好了又停了 啥情况呢 啊不是转速表 十足表 我们正没有转速表 十足表又停了 这啥呀 算了 算了 但是 OK就行 但是邮票刚才会往 好嘞 好嘞 高兴了就好了 目标就得开 十足表一会儿被凉 一会儿就正常了 我估计也解锁不了 解锁不了的话 我估计不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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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估计不良的话 继续行事 我们已经到达了西安 而第二天 婚礼也如期举行 那我现在来参加我室友的婚礼吧 现场还是很热闹 我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气息 我估计一会儿 叫你 求你以后变叹 我还行 我气气 这对新人是西藏林芝的原藏志愿者 而上一季我们也正式接住他们家 如今两人也从情侣变成夫妻 婚礼完成后 他们也将返回林芝 在那里一起携手 共度余生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